是一個新提案是叫所謂的無膚質安全網 我是一個不能吃膚質的外科醫師 然後我進行這個無膚質已經一年了 當然就是其實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這個無膚質生活其實是非常的不方便的 因為同時我是一個醫生也是一個病人 然後看到很多人其實也有這方面的幫助需要 然後希望可以來改變一下 然後其實我們可以知道很多人其實不能吃膚質 但是沒有這方面的統計數據 所以統計數據是一個零 那膚質是什麼東西 其實聽了我想大家都補薩薩 它其實是小麥裡頭一個很重要的蛋白 它其實就是我們俗稱講的麵筋 我們早餐吃麵筋的那個麵筋就是它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非常常見的一個東西 它可以存在於哪裡 它可以存在於麵包、饅頭、麵條、蛋餅皮 這些其實我們早餐、午餐、晚餐都有可能在吃的食物 它都有存在 更甚至的是它也存在於醬油、醋、山茄醬等等裡頭 所以其實我們在外頭吃食物 其實是沒有辦法找到外頭的食物很難可以找到安全的 所以常常我們那個吃要全膚質的人的話 他們三餐都要自己煮 那或者地瓜配肉漿 然後或者就是只好忍痛 就是我們繼續外面吃 然後身體越來越不健康 對 那所以待會大家吃披薩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會站在旁邊 因為這個我也不能吃 對 那吃了膚質會怎樣 其實主要有三個疾病 第一個就是過敏、膚質不耐、乳迷蟹 這些東西其實說起來都很籠統的一些東西 然後它其實的症狀就像我上面所說的 皮膚氧氣疼滋、肚子痛、肚子痛、拉肚子 各種各樣 每個人都有一螺框 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簡單的來說 吃了就是對身體有害 像非常有名的一個網球選手 他Novak我會唸的 也有膚質的不耐 他在實施無膚質飲食之後 然後其實體能就大大的加強 然後就一直獲得獎 所以無膚質飲食對需要的人來說 其實它是唯一的治療方式 但是台灣的無膚質認證非常少 也很難找 然後就是 而且一開始被要求進行無膚質的時候 很多人腦袋掛都是一片共白 然後就其實是很恐懼的 對 時間到了嗎 這麼快 那你今天有要找什麼樣的來幫忙嗎 其實我想做的是一個網站 可以來做一個 整合這些無膚質的資訊的一些網站 然後所以可能需要一些工程師啊 各類的人 甚至如果可以做APP的話 會是更好的 對 謝謝欣宜 謝謝欣宜 剛剛有報告過 請之前去旁邊拿那個 我真的有 旁邊